的计算 主要就是说你可以透过一个界面 这个就是一个interface 这个界面当然你如果有一些工作 需要比如说经常性的去输入一些东西的话 那你就可以设计一个表单 那以后的话就透过这个表单就可以了 你可以比较清楚的就是按照这个方式去输入资料 那输入完资料呢 通常在ESale你要把资料存起来 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 那这边的话呢 当然你可以怎么样呢 最简单的方法你可以把它存在ESale里面 当然或者是说你也可以怎么样呢 把它存在资料库里面 方法很多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是先讲一下这个地方 第一个 该怎么样去设计这个表单 OK 那这个表单设计出来之后呢 你要怎么去启动它 那启动它的方式呢 当然有第一种 比较简单的方法是给它一个按钮 当我按一下按钮之后它启动 是第一种方式 这比较一般的 一个按钮然后呢会跳出这个表单 那或者是第二种方式 你怎么样呢 你就直接以色列打开 表单就自动跳出来 因为你可能这个ESale呢 主要就是在使用做这个资料的输入的部分 不希望说这个一跳出来 这个还要再按一下那个按钮 其实麻烦 那怎么去做 那再来就是说呢 这个表单 我们怎么样去设计这样一个表单 它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个地方做计算 那这里特别注意就是说 要区分成两个部分来理解 第一个 这个表单怎么设计 表单在哪里设计 前面我们好像范例里面 好像没讲到表单 那表单呢 在一般应用上面其实还蛮广泛的 就是跟使用者之间的一个桥梁 那这里的话我怎么去做设计 比如说呢 前面的部分呢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标签 那这个标签在那个工具箱里面呢 叫做Label 你这个地方的话可以放一个标签 那后面的话呢 可以放一个Test Box 这个Test Box呢 就是可以让使用者输入的部分 那后面呢 再加一个标签 那标签基本上 它并没有太多的作用 主要作用就是说 让使用者知道说 这个后面它到底是要填什么资料 比如说